荒野独居第十季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随着寒冬慢慢到来 眼镜书第一个退出了比赛 接下来的挑战难度将直线上升 目前挑战已经进行了半个月 卡特的庇护所也盖得差不多了 今天好不容易等到晴天 卡特又将鱼网进行了改良 这次可以伸到更远的地方捕鱼 但是卡特也没打算在一棵树上钓死 他可是资深钓友 于是卡特又掏出了他自制的鱼竿 挂着亮片的甲鱼耳还是挺像模像样的 北极的鱼都比较单纯 哪见过这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卡特在河边进行了第一次抛干 火炉就在一边烧着 看来卡特已经做好了直接上锅的准备 他今天是有备而来 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没过多久鱼还真的上锅 虽然这条鱼不大 节省一点吃两天应该没问题 卡特把鱼扔在了岸边的水坑中 既然今天运气不错那就再试试 一直到快要天黑的时候 第二条鱼总算是上钩了 这不得开瓶啤酒庆祝一下 这个星期都不用再饿肚子了 眼瞅着天慢慢黑了下来 卡特把鱼留在了岸边的水坑中 打算等天亮再制作鱼竿 关键时刻卡特还是浪了一手 怎么感觉要翻车了呢 等到天亮以后 卡特迫不及待来到河边 我的妈呀 水坑里面果然啥都没有了 卡特整个人都在风中凌乱 咋回事呢 只见河里的水塔快乐的追逐打闹着 似乎还在感谢上天的馈赠 罪魁祸首就在眼前 接下来出场的是潇洒哥鲁克 鲁克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浪的选手 但是因为冬天就要来了 鲁克在忙着搭建他的豪华别墅 这才是真正的衣衫傍水 看着要比别人的庇护所靠谱多了 估计来了台风都不带怕的 布置好营地鲁克来到河边钓鱼 真正的大神从来不屑于制作工具 拿着一根鱼线就直接往河里扔 最气人的是他还偏偏抓到鱼了 鲁克非常淡定地继续抛钩 没过一会就拿下了双杀 别的选手吃了上顿没下顿 但鲁克再这样下去都该减肥了 庇护所旁的杆子上挂满了鱼 鲁克实在是有点吃不动了 本来以为参加节目后能瘦一点 没想到这才半个月就胖了五六斤 鲁克只能增加工作量来达到减肥的目标 他给庇护所刨了一个精致的壁炉 壁炉的顶部已经被他掏空 在这上面做饭别提多安逸了 多余的热量还能传递到房子内 冬天保暖的问题也解决了 别的选手要是看见恐怕得气死 鲁克躺在自己的豪华别墅里仰望星空 本以为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 没想到竟然是无敌的寂寞 别的选手对他而言毫无压力 也许是老天听到了鲁克的抱怨 是时候给他上一点强度了 闲着无聊的鲁克突然开始胃疼 他感觉到自己有点胀气 但是一直打不出格非常难受 要么说做人不要太嚣张 真是世事无常啊 又是五天过去了 鲁克的腹泻症状没有任何好转 他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掏空了 鲁克的烤鱼应该没有问题 毕竟那都是经过高温消毒的 但他最近一直在喝生水 八成是水不干净感染的细菌 只剩半条命的鲁克躺在河边晒太阳 鲁克整个人都围米了下来 这次他是真的让不动了 躺在地上不停地胡思乱想着 就在这时 鲁克无意间听到远处有黑熊的吼叫声 鲁克也顾不上身体有多难受 一个箭步直接就冲了上去 他想要振作起来 就算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如果可以抓到黑熊 鲁克就能说服自己在意下 他搭弓对准黑熊就是一个 很可惜没有命中 就在这时又一头黑熊突然出现 鲁克仔细观察了一下情况 似乎这是一只带着孩子的母熊 经过一番犹豫鲁克还是心软了 毕竟他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如果今天真的射中了 那他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也是眼前的一幕让鲁克开始想家了 他想要回到自己孩子的身边 鲁克拨打了节目组的电话 鲁克的退出绝对是 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 他在各方面都展现出了 碾压般的实力 鲁克绝对是最有希望拿冠军的人 只能说鲁克就是改不了爱浪的毛病 野外求生竟然敢喝生水 这可是最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一代大佬鲁克就此陨落 我们把视角给到同样爱浪的汤姆 节目一开始他就把剑丢光了 后面的时间基本都在营地制作剑士 汤姆和别的选手不一样 他压根就不考虑捕鱼 一门心思就是打猎 汤姆觉得只有猎杀大型野兽才能撑过冬天 没想到他刚出门就碰到了黑熊的米田供 一摸还是热的 他猜测黑熊肯定就在不远处 但咱们汤姆老哥现在是截然一身 想要猎杀黑熊那几只剑头还不够用 他回到营地继续制作工具 这次他将捡来的玻璃绑在剑头上 破甲能力直接拉满 然后上火烤一遍增强剑头的韧性 最后在榜上野鸡的羽毛增加稳定性 这比节目组提供的剑矢还有攻击性 是时候跟黑熊好好聊聊了 本季的男选手们一个比一个忙 但女选手们几乎没啥动静 这都半个月过去了 逆姐仍然在加固庇护所 真不知道她这些天都是吃什么扛过来的 逆姐就连柴火都劈得十分整齐 很明显这是一位强迫症患者 她的庇护所非常精致 估计这半个月全在搬木头 今天总算到了封顶的时刻 将树桩一根根整齐摆放在屋顶上 光这一个屋顶就比别人整个庇护所用料还多 再用锯子锯掉多余的部分 对妮姐来说美观才是最重要的 紧接着又爆来了大量的苔藓 用苔藓盖满房顶的缝隙 她的体力几乎已经消耗殆尽 但还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苔藓铺在房顶上 妮姐这间耗时最久的庇护所 总算在今天完成封顶了 朱莉已经饿得根本站不起身了 附近能吃的植物都让她捡得差不多了 她开始怀念家庭的温暖 一般到了这种程度八成是要泄气 再不打猎早晚都要凉凉 朱莉只能硬着头皮去试试运气 因为长期钓不到鱼 朱莉打起了驯鹿的主意 她模仿着磁性驯鹿的叫声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吸引雄性驯鹿 不得不说她的想象力还是十分丰富的 整个山谷寂静无声没有一丝回应 朱莉换了一个角度继续尝试 但这种意想天开的行为 基本等于最后的挣扎 毫不意外这次又是空手而归 朱莉这次是真的饿到扛不住了 回到营地的朱莉 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 毕竟朱莉已经50多岁了 她肯定是熬不过年轻小伙子们的 朱莉又烧了一壶热水 但这个时候光喝水是没什么用的 想到自己那随时可能会发作的心脏病 朱莉还是拨通了节目组的电话 其实朱莉的退赛并不意外 她把太多精力都用来建造房子了 以至于到了后期连打猎的力气都没有 更何况打猎本来就是女同志的弱象 这个年纪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让我们祝她身体健康吧 送走了朱莉 镜头来到潘子这边 潘子的实力和鲁克旗鼓相当 从来了到现在鱼肉根本就没断过 最重要的是她一点也不浪 潘子一如既往来到湖边检查鱼网 今天又收获一条十几斤的大鱼 经过上次的教训之后 潘子这次盖了一个更豪华的熏鱼架 这次不会轻易发生起火事故了 保险起见潘子就一动不动地守在旁边 谁也别想让她的鱼出一点意外 上次两条鱼让水塔偷走了 卡特为这事郁闷了好久 一只小鱼突然出现在她的身后 这只松鱼仗着自己是保护动物 不停在卡特身边来回晃悠 猎杀松鱼是要采缝刃机的 不过松鱼的出现意味着这里肯定有不少鱼 他是来河边捕食的 卡特决定甩一杆试试运气 没想到还真的钓上来一条三斤重的鱼 卡特把之前的不愉快望得一干二净 二话不说就在河边开始处理 起锅烧油动作十分娴熟 再次吃上烤鱼的卡特别提多高兴了 看来天无绝人之路 这无比熟悉的味道 这香嫩酥脆的口感 卡特再次对挑战充满了信心 本集有两名选手退出了挑战 分别是实力最强但是最浪的鲁克 还有擅长盖防挖野菜的朱莉 接下来的比赛只会更加残酷 毕竟北极的冬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选手们的食物储备严重不足 很多选手仍然处于饿肚子的阶段 到底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呢 接下来淘汰的又会是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